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有一天就是在学校有一个音乐课程 那个老师要做一个历史的音乐历史 一个节奏 我就唱了是现代的歌 就是Whitney Houston的那首《Run to You》 然后全场的那些黑人成童都站起来 这样子 我天生就是那种快乐宝宝 我喜欢多人家笑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我去做这个评委 我要改变我自己 我要怎么去面对就是我要说真话 所以当一些可能真的是我的忠实歌迷 唱得不好 我也是跟她说 对不起 宝贝 今天没有到我们要的水准 这样子了 大家好 我是Coco 李文 想知道我所有的点点滴滴 然后从出道到现在所有的小故事吗 记得要收看《看板人物》 来 一起欢迎Coco 带给我们这么红波的开场 欢迎Coco 欢迎你来 劉文姐 你好 谢谢 这一新的作品盛开希望你喜欢 谢谢 请坐 谢谢 欢迎你来 这张金光灿烂的新的专辑 谢谢 跟我们先谈一下好不好 好啊 因为上一次为了专辑来台湾 应该是婚前了四年前 四年前 四年前 所以如果说大家很喜欢Coco 台湾很多人 从Coco一出道的时候 就感觉是我们台湾出来的女儿一样 然后等了四年耶 真的很久耶 这张真的很花心事去做 这一次我是用非常非常严格的耳朵 那么还有我觉得就是 在这几年 我觉得我在很多的人生观 或者就是在爱情 很多的一些东西改变了我 所以我想透过我的音乐 去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小故事 一些情感 透过音乐可以感动人 这四年推这个专辑 你这几期作为一个歌手 也很幸运 就是每一次专辑你都会 都可以说 这是目前为止我最满意的 就是表示一次一次都有超越 我们今天在放这个看板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说 哇 时间过得很快 对 就是在你人生不同时期 其实你自己 应该都有很多highlights 这个里面对你来说 走到目前为止 你觉得在歌唱事业里面 你最难忘的段落是什么 最难忘的段落 应该真的是奥斯卡的那一段 因为奥斯卡就是 刚好我出完了英文专辑 然后呢 在做我的一个中文专辑的时候 就收集了这个《月光爱人》 这首歌 也没想到呢 这首歌会达到一个 这样的一个成绩 真的从来没有想过 会被提名到奥斯卡 也没想过会有一天呢 就是站在奥斯卡的舞台上 我觉得这有一点是 在做梦一样的感觉 那是有背后一个小故事的 那个时候呢 在做完呢 那张专辑 我记得叫做《So Crazy》 那张《A Promise》那一张 然后呢整个专辑是 比较嘻哈的一种风格 pop hip hop 然后呢就是 差不多做完了 我的老板呢 那个时候的唱片公司呢 他就说 有一个电影的主题曲 想找你来唱 因为这个会往国际发展 我说OK好 我就听了是坦顿写的这首歌 我觉得歌特别的美 非常的美 是一个中国风的一个 抒情歌曲 慢歌 我说这歌很美 我也很喜欢 可是我怕跟整张专辑的 风格不太不太像 因为你说你那专辑 原来是设定是hip hop 对 比较hip hop一点的 所以呢我本来准备 是要放弃的 然后呢我妈妈呢 就听到了这首歌 妈妈就说 口口不行 你一定要唱这首歌 这是个好歌 你之前都有习惯 就是你在收歌的时候 或者说你在人生要做 比较难决定的 有迷惑的时候 你都会请妈妈来 帮你一起来分享你的意见吗 会 会 我觉得到现在还是这样子 现在还多了个老公 可以帮忙大家来想 你听age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从小都是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重点就是 记得要听妈妈的话 重点是要听妈妈的话 真的没想到呢 那个决定就那一首歌 也把我带到这个奥斯卡舞台上了 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感谢 首先就是感谢我妈妈 就是那一天也告诉我 Coco你一定要唱这首歌 这是个好歌 这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次 就是我而且我记得 站在奥斯卡舞台的那一刻 你知道吗 因为先是一个楼梯很高 对 一个舞台 然后是有一个一幕 我先挡住 我这心是跳到真的是 你知道整个人是发抖呢 是失去你的直觉 然后呢是我觉得我头快要爆炸 因为我觉得我的血是往上冲的 你现在都还完全记得你那时候 非常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然后就是那个心跳得很快 然后我说糟糕 我这样子会太紧张怎么办 然后呢音乐一下的时候 我觉得我整个人好像 就进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我就在催眠自己 我告诉我自己 真的不能紧张 因为待会呢 你有几亿人在看你 世界各地的人在看你 你是首位的华人 你不能丢你自己华人的脸 你一定要好好唱 不管今天的成绩是怎么样 你就是要好好唱 就是要让全世界的朋友看到 我们华人是有才华的 所以我那天是就是突然间 好像鬼上升一样 然后之后呢就那个因为就唱了 好像很淡定这样就唱了 然后呢我还记得很清楚 就是台下我有看到 Steven Spielberg Brad Pitt Tom Hanks 哈啰 然后就好像这个舞台属于我了 这一刻我是最重要 我是主角 我站在这个舞台 这个是我的舞台 你们要听我的 然后呢唱完之后呢 拍手 拍手 谢谢 Steven Spielberg Tom Hanks好紧张啊 拜拜 就马上就下台 整个就跑下去 好紧张 好紧张 然后呢可是下台呢 第一个看到就是我二姐嘛 二姐呢就一直在流眼泪 她 我本来是想 糟糕 是我唱得这么差 你一直在哭吗 她太感动 没有 她说她很感动 所以也让我自己也流眼泪 真的没想到 真的像做梦一样的一个机会 真的 对 没有重来的 只能一次 对 可是那是你出道几年之后 然后你就有站到一个 应该是最大的舞台了 我出道是94年 然后那个好像是2001年的奥斯卡 你知道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就有的人说出名要趁早 那也有的人说像中国人 台湾人 华人的社会都会觉得 如果很年轻的时候 你就创造了一个highlight 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 可是你很不容易是 你后来并没有因为 在出道这么几年以后 就站上了这个大舞台 然后this is it 你就停住了 到现在你还是一直在 音乐的曲风上 或是你的歌唱表演的事业上 你一直找新的创新 我说你怎么做到的 你没有被那个成就 压力 对 肯定是有压力的 肯定是有压力的 就是因为我曾经 有在国外出过唱片 就是做了一个真正的一个 国际性的一个专辑 英文专辑 去了世界各地去做宣传 然后又在奥斯卡表演 然后NBA的时候 姚明第一场球赛 又把我带去了美国的Houston 为姚明加油打气 所以很多就是 就是一些很 很不可思议就是 就是好像在做梦一样的一些机会 那所以就是做完那些之后 我可以再做一些什么去超越自己 我会觉得 是给自己一个很大的压力 是 可是我觉得不行 我觉得就是要把我那个工作 譬如说我现在在做一个中文专辑 我就好好去做我自己的 想做的事就好了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因为永远都会有人觉得不够好 有人会不欣赏你 有人觉得你没有超越 如果我一直都是想着 人家去怎么想的话 我觉得我会活得很痛苦 所以我就把自己想到OK 我就尽我的能力 我永远都会把我最好的给大家 我从来都不会妈妈糊糊做任何事情 所以如果真的我要去 常常跟自己好像去做个比较 什么什么 这样太累 这样活得太累了 专心 所以四十一水非常专心 专心 然后就是把那一件事情做好 把我的最好的一面 带给大家就对了 专心在当下 专心在现在 那么你所创造现在 就是你将来会回味以后 最棒的以前 然后也从现在 lead to 一个 你想象不到 也许充满惊喜的未来 是 专心在现在 对 我们来看第一则报道 我们这次也非常谢谢Coco 跟她的团队 因为她现在的时间压缩非常紧迫 今年出专辑 是的 然后又在中国大陆 现在就是每一家电视台 都想办法去做一个最好的 这个素人歌唱节目里面 去做评审 那给了志明还有佳琦 在上海的时间 我们来看这则报道 一起来了解 更多Coco的专注跟执着 在台湾成名又要出新专辑 李文和媒体见面的听歌会 就像久别重逢的朋友 对 我感谢大家呢 我这四天睡眠 整共超过八个小时 因为呢 我们是 我们录 我们录 时间 平常的危险 刚刚下飞机就赶到 李文准备了几首歌 要台湾耳朵最利的DJ们打分数 打开 不想再等等等等 不想再等等等… Baby Coco Coco Baby Coco Coco Baby Coco Coco Baby Co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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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起来唱 Coco Coco 我覺得這個歌詞 這副歌的時候 我喜歡你說Coco 可是不是我的名字 是好像敲門的那個聲音 Coco... 那敲什麼門呢 就是新的 唱出我人間的心願 回來的歲月 看著我的眼 對 就是 我覺得他內心就是個 他內心住在一個很雀躍的 小女孩的臨場 所以他隨時就是 像裡面的很雀躍的 對 從歌曲的誕生過程去認識歌手 其實非常有趣 一首標準的Old School 看見李文對音樂的想法 像是 Oh Oh 天地在舉行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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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t you 那個酒滿有效的 其實我們自己本身就喜歡這種唱腔 它是有點Soul 有點這個VOTAN的東西 一首歌出爐之前的故事 其實沒那麼簡單 為李文打造百萬金曲 滴答滴的陳子虹說 李文的音樂不見得走市場 而是一種做到底的精神 我們就在討論說 那不如我們就把它做Ospoo 就把它做到 因為我覺得現在做音樂 卡在中間的都不行 要嘛就這樣 要嘛就這樣 紀錄李文的工作 完全地明白藝人的辛苦 一早就在下雨西邊拍攝 他幾乎什麼都沒吃 不太吃東西 那可能今天就是 靠吃香蕉跟幾塊巧克力這樣 撐足 其實主要也是一次力 靠自己一次力 一直撐足 其實他其實很愛美食的 非常愛跟大家一起吃吃喝喝的 可是他只要有 只要你告訴他這件事情 是重要的 他就開始了 我就不吃了 我就不怎麼樣了 我就不能吃了 好 十幾個小時工作 對他來說是基本起跳 新專輯的MV甚至一拍 連續花了27個小時 馬不停停 他又往上海飛去 偉忠哥你別這樣子嘛 我們大家看到你都發抖 會怕 你少來 你像天父 你就在做 你是不是是天父 我們都 閉嘴你的眼睛 你怎麼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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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李文是把台灣的 流星樂界做了一個改變 那時候流星樂界的女孩子 都是玉女嘛 穿了長裙子 然後她來這裡 就抖屁股 就很 就很 黃色 她說第一次站上大舞臺之後 除了奧斯卡頒獎典禮之外 就從來沒有害怕過 如今她也要讓更多年輕人 和她一樣站上舞臺 讓我們一起歡迎 中國夢之聲第三位夢想導師 Coco 李文 給我標一個高音聲線 好嗎 試試吧 好嗎 擔任評審 李文渾聲解數進出 用自己的標準 希望有更多好聲音 其實這就是她創造 自己名字的方式 我自己也是從來沒有學過唱歌 其實如果你沒有辦法 去請一個老師教你 那些歌手的卡帶 那些CD就是你的老師 多聽聽 她的態度永遠是很委婉 但是她的立場永遠很堅定 她就是我就要 我就是要這樣 可是她不會跟你說 我就是要這樣 她會跟你說 老師 我可以幫我怎麼樣怎麼樣 哎呀這個這樣比較好啦 什麼拜託啦 什麼什麼 讓你沒辦法拒絕她 對不起寶貝沒有感動到我 從一萬多位參賽者開始海選 一位一位聽 一個一個建議給 工作結束時 總是筋疲力竭 終於結束了 現在時間是2點45 凌晨2點 凌晨2點45 呃 整個頭是昏的 可是 今天很成功 明天一大早 明天大概是7點鐘要起床 加油 明天繼續工作 OK 謝謝 拜拜 在台灣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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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在終於可以休息的時間 還要抽空在車上接受訪問 最後才能跟老公打通電話 她在她老公面前 就是個小女孩 你就會發現說 好甜的女生 在她老公面前 又會撒嬌 我覺得應該是蠻懂事的 對 任何一個男生 但是看完她就看到老公在她面前 應該都會被融化出去 怎麼沒有把她撒嬌 好甜喔 這首歌 這首歌 是我在錄一次唱最困難的一首 因為我唱不下去 為什麼 我唱不下去 想到老婆吧 就掉眼淚 我是被這個歌詞感動 那時候就 最後一句呢 錄了最久 謝謝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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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可是 很幸福也會想 不是只有傷心 採訪李文時她說 現在的心境是幸福的 從出道時和別人競爭 成名後和自己競爭 現在的她是追求幸福的 就像音樂 她只唱好歌 是不顧市場 只求感動 真的歌詞 真的歌詞 我真的是 被這個歌詞感動 呃 你的記憶 你的記憶 太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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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最美好的時刻 像是盛開的花朵 李氏情歌依舊 電臀花腔仁在 她笑著說 新被老公偷走了 那花一般的美麗 更平添一股 幸福娇媚 你94年在台灣出道 然後後來我們剛聊 其實幾年以後 你就被國際音樂市場上發現 你是一個可以走到 國際市場的華人歌手 那當然之後的你的市場 我們說兩岸三地 香港 中國大陸 台灣 還有其他地方 那就會感覺說 李文是一個國際性的歌手了 可是台灣 台北這個地方 我們回頭看這個照片 我看這大概是 9495年出道的時候 949 對 94年 特別不一樣的 情感裡面 你有特別多的回憶 會 其實想到走國際 這個很多人常會問我 你是什麼的原因 或者 How come Where did it come from 我記得那個時候 其實我有一個大恩人 就是 Hulio Iglesias 是 為什麼 那個時候 Hulio Iglesias 就要 在亞洲找一個女孩子 跟她 在一起 那個 When You 那時候 那時候呢 香港 她 跳了我 去 去 做音樂影片 非常好 親切 她就 做 了 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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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一定要 但是我 我 我 我怎麼往國際 屬於 國際的 當然 我 不希望走國際呢 只是 我 去做這個 那受到 寫 是 情歌 對不對 這麼資深的 我就覺得 很信心 很信心 然後我才 就是 給她的想法 就是 自己發展 也沒想到 就是 非常有興趣 沒有 做明星 可是我印象比較深刻 有一次呢 我崩潰了 然後呢 我就跟媽媽說 我討厭我自己 沒有辦法做醫生 因為我想真的 幫助到那些小朋友 那我媽就跟我說了一句 做醫生是 身體上的治療 可是你做歌手 你是靈魂上的治療 你也在幫助到他們 所以當你現在 在做評審的時候 我們剛剛看到 這個節目 因為它買美國偶像的版權 所以它必須非常完整 嚴謹地 照它原始的製作風格呈現 對 那在這樣一個這麼大 然後萬人海選的場面裡面 你對於自己所說出的每一句話 不管你是誠實地給他建議 或者是忠心地想讚美他 但希望他不要得意忘形 這個我相信做評審的 有自己的一個壓力吧 如果你很希望在他們 這麼難得耶 他們才能夠站在你們面前 唱一首歌 很緊張地等待你們的評審的時候 對 像你感情這麼豐富的人 你每一句話 你可能都是很用心的 想很久 我要做誠實的 我一定要做誠實的 那麼我自己曾經也是參加 唱歌比賽出來 所以我非常能夠體諒這些學員 他們的心態 他們的緊張 他們就是抱著一個希望 就是一個夢想 你有沒有看到不忍心的 就是看到他 有 很多 很多時候 就是他可能他整個背後的故事 很就是很淒涼 就很可憐的 可能就是 就是 家人就是可能是哪一個過世了 然後就靠他一個人來賺錢 去養媽媽 可是他唱的就是真的不行 所以是 其實他告訴我這個故事 我當然是同情他 我們 我覺得每一個人有這個同情心 這是一個對的事情 可是今天我們站在這個 站在那個舞台 我們是尋找這個 Chinese Idol 所以就是在那一刻是最掙扎 怎麼跟他說 我不想傷他的心 所以其實在整個 在錄製這個《中國夢之聲》 我體驗了很多 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事情 我覺得我也成長了很多 也發現自己很多事情 我完全不知道了 因為第一 我天生就是那種快樂寶寶 我喜歡逗人家笑 我是那種 扮鬼扮麻 就是讓人家開心的那一種 所以我從來是不太喜歡 說一些話是讓人家傷心的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 我去做這個評委 我要改變我自己 我要怎麼去面對 就是我要說真話 就是可能說了這個真話 這個人會恨死我 可能之前是我的歌迷 也因為我說對不起 你唱得不好 就以後都不當我的歌迷 我要就是 有這個心理準備了 我說了寶貝 所以我現在有一個叫寶貝姐 對 如果我跟你說寶貝姐 有可能有危險的 所以妳喜歡接有挑戰性的工作 對不對 因為之前做評委 然後這麼長時間 我看我們那天錄到 應該不是單一偶然嗎 兩點 凌晨兩點半才收工 對 然後連續兩天的話 第二天七點多又要起來 對 但如果這個工作內容 是有挑戰性的 妳就很願意去嘗試 今天我去接那個 不是因為它有挑戰性 是因為我真的是那個美國版的 就是美國偶像的這個忠實粉絲 我非常喜歡這個節目 然後我以前看的時候 我都在家裡自己去說 那個人唱得怎麼樣 那個人這裡走音 那個人怎麼怎麼樣 我覺得 我一直想 我可以去做個評委 我很適合做這個 而且我覺得現在的我 我真的想去幫助到這些年輕人 就是借用這個平台去 讓更多人看到他們的才華 說不定我也可以去栽培他們 讓他們就是有一個 至少可以有機會當成一個歌手 所以妳的人生角色不一樣 妳在人生裡面妳想做的事情更多了 對 這跟妳的婚姻 跟妳這個相處了快十年的伴侶 有沒有關係 它影響妳哪些 它影響我很多東西 因為一直做歌手 很多時候 妳在一個受保護的環境 以前唱片公司都會說 妳千萬不要自己跑出去 就是不要去街上被人在看見 因為歌手要有神秘感 所以我以前真的是 常躲在家裡的那種 然後我老公說 不行了 就是吃個飯有什麼不行呢 然後他說 妳還是要體驗生活 妳還是一個人 妳自己去超級市場 可能有一百個人見到妳 說不定那一百個人見到妳 之後更喜歡妳 因為看到妳是很真實的人 好了 那從此以後 就是我常常自己去那超級市場 賣菜的那些地方 去買菜 就是真的 就是一個正常的生活 我喜歡 我非常喜歡 我印象裡面 可能因為妳唱動感的歌曲 我們覺得妳在人生裡面 一定也都是橫衝直創的 No 我是個比較 恐懼的人 我覺得 我要看什麼樣的狀況 那其實去做這個節目 是一個恐懼 可是我覺得 我這一次的我 我要去有一個開放心 就是把那個心胸打開 是這樣說嗎 是 心胸打開 我願意去接受 所有的考驗跟嘗試 就是其實 這個最真正的故事 就是在我的專輯裡面 為什麼呢 因為在專輯裡面 我在收歌的時候 有一些歌我沒有跳到 是阿迪爾老師 她就跟我說堅持 她希望我去嘗試這首歌 譬如說哪一首 盛開就是這首 是一個比較搖滾的 我從來都不唱搖滾 我覺得我唱得不好 可是呢 老師說妳相信我 好了 因為我覺得 OK 我這一次去做這個專輯 我不要有任何的包袱 我不要有任何的限制 說不行那個不行那個 我進去工作室 我先聽我的製作人 妳對我有什麼想法 妳希望我怎麼唱 我先聽妳的 如果唱得不好 效果不好 好了 那現在輪到妳聽我的了 所以是這樣子 因為很多時候 一個歌手唱歌久了 太了解自己 就給自己很多的限制 對 這個不行那個不行 就好像 今天我坐這個位置呢 平常我可能是坐另外那一邊 因為我在這兒 我是李右臉 可是我就覺得 算了 我長這個樣子 不喜歡就算了 就是不好看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沒關係 就是舒服 我就是平常心去接受所有的一切 就是把妳的工作好好去做完 然後給妳的優點 妳試試妳的優點 就這樣 所以可可 妳現在在什麼事情上都這麼自在 妳人生充滿了更多可能性 就後面一定有一個很強大的安全感 就說即使我這個事情沒有做成 或這個關我沒過也沒關係 我的人生呢 我還是可以享受生活 那這個後面一定有個很大的安全感 包圍著妳 我想妳跟妳先生這麼穩定的朋友關係 情感關係 伴侶關係 是妳很重要安全感的一個來源 對 安全感是很重要 因為 我跟老公就是 真的是 我們是 我專輯裡面有一首歌 英文名字叫做 Match Made in Heaven 中文就是天生一對 我們兩個的個性太像了 然後我們的思想很像 我們做人的宗旨也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就是做人的原則是一樣 就是永遠都知道有一個人會在家裡等著我 那她也是有這樣的一個安全感 知道我永遠也會等著她 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在愛情的路上 我很幸運 當然呢 我有經歷過一些不好的 的一些經驗 那一定要有那一些過程裡才懂得 現在這個人是對的對象 好 剛剛那邊好 這是採訪李文的第一天 為了新專輯回台灣拍攝MV 敬業的她 從頭到尾配合十足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問錯了問題 才剛剛開口 採訪就不得不中斷 她賺的錢全部就是為了我們三個 讓我們有一口飯吃 請回想母親在腦海裡的一個鏡頭 這個問題讓李文淚灑片場 幾乎不在外人面前掉淚的她 讓整個團隊都緊張起來 我很難開心地說 對 因為小時候呢 我要想怎麼去講這個不流淚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好 蘋果香蕉 對 因為呢 母親對李文來說 她說是永遠也是最大的支柱 在台北或在上海 在片場或在梳妝市 李文說的從來不是自己 而總是母親 她受過很多苦 那可是她也是一個非常堅強的女人 她是一個女強人 那她是我的榜樣 我每次看到Coco 我就覺得她有一個正面的那樣 她就是開心 笑 那我會覺得說我們應該是 我想從李文身上得到什麼 對華語歌手而言 第一個進軍美國歌壇 第一張英文專輯 第一位登上奧斯卡頒獎典禮 第一位在NBA演唱美國國歌 這些成就仿佛在母親面前 都是渺小的 1994年就認識李文的王偉忠說 她完全不是印象中的留學生 像回去我跟我老婆聊說 我說李文就是一個很單純 很好玩的一個 你看國外待這麼久 你問她不知道什麼叫香檳怎麼喝 紅酒怎麼喝都不知道 欸 那個叫什麼 清教徒玩 就是說她每天我知道的時間 她每天無時無刻都在工作 九歲的李文隨著母親和姐姐 從香港移民美國 媽媽給她的印象就是一邊照顧三個小孩 一邊不斷地唸書考上中醫師 全力以赴毫不抱怨 或許就是李文的性格來源 這一張全亞中賣出180萬張的唱片 捕捉描繪出李文的動感和韻味 陳子鴻說 越簡單的曲子 其實越有特色 因為她很擅長那種 那個對她來說太容易了 她怎麼樣她唱得比別人 可是要用這種 這種三歲小孩都會唱的旋律 怎麼唱出李文的功力 真的是很難 她雖然是家中華裔廟廟小姐冠軍 也是排球校隊 但是因為想要像媽媽一樣當醫師 她的成績始終名列前茅 連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 都頒發最出色美籍華人歌手獎項 但李文還是說 一切要歸功媽媽 就連登上奧斯卡的歌曲 其實也是媽媽堅持下才保留的 我出道做歌手到現在 每一首歌都是我跟媽媽一起聽的 我媽媽就聽了這首 她說 Coco 你一定要唱這首歌 這首是個好歌 她真的這樣 可真的 媽媽也是這樣 媽媽說話很嚴肅的 然後我說 OK 好吧 好了 我就 我很聽話 好了好了 我就唱 這首歌就是臥虎藏龍的主題曲 她笑著說 其實她的中文就是從歌詞學來的 所以太難的成語聽不懂 其實就一位國際巨星來說 她的一個小動作令人印象深刻 我蘇花工作 小孩拍攝 親戚拍攝 婚禮拍攝 侶蘇拍攝 工作拍攝 你自己弄的 對 然後有影片 對 我那天弄這個弄到零晨三點 所以我 可是我整個就是很開心 很開心啊 就是因為我覺得 如果我可以把很多鏡頭給你 你就整個interview 會更加的多畫面 更加精彩 可以更瞭解我了 她曾經開玩笑的跟年輕人說 如果要當明星 付出的努力 真的不能只看表面上的光鮮 為了保持身材 她連演唱會期間 都只吃幾根香蕉五腹而已 更別說 一個通告可以從早上6點 到凌晨2點 從她的嘴裡 那種熱情來源很清楚 一聲大汗 我很累啊 然後媽媽就說 哎呀 好啊 好得不得了啊 你最棒啊 哎唷 好啊 那就是我媽 她就是 她就是充滿了熱情 她就是我的No.1 fan 媽媽就是我的No.1 fan Like father like son 這個女孩子似乎也像極了媽媽 她參加無數的慈善活動 就像她自己童年的願望一樣 就是我從小就想當醫生 我從五歲 我很確定我要做醫生 因為媽媽是中醫嘛 她常常都是 是你懂 救人 幫助人的 所以在這樣的環境 所以我就覺得 我也想這樣子 我也想 有媽媽這樣的愛心 去幫助到別人 步入禮堂的李文說 自己非常幸福 幸福的意思 雖然隨著年紀慢慢不同 但她也漸漸地明白 幸福必須帶給家人 或許我們就更明白 為什麼談到媽媽 她總說 自己的事業 是給媽媽幸福 盡量希望不要流眼淚 可是我自己 我對不起 我就是 控制不了自己 我是沒有辦法 可能就想到以前吧 所以先生 你很開心 開心啊 很開心啊 我非常開心啊 我覺得我能帶給媽媽幸福 我就是開心 李文雖然最後 還是沒念醫學院 但卻依舊 是某種程度的醫生角色 歌者用歌曲療癒 音符治療的是心靈 是的 之前我們採訪的記者說 聶華姐你可以問她母親 也可以千萬不要問 我說什麼意思 因為一問她母親 李文就有太多的感情 會淚崩 對 媽媽一直對你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柱 小時候媽媽讓你看到一個女人 可以怎麼樣堅強 對 我覺得在我媽身上 我媽從小教我們 一定要堅強 然後做人不能懶惰 然後就是你面對困難的時候 不要輕易地低頭 她一個人帶你們這些孩子 然後從香港到美國 不要懶惰這一點 她一定是自己身教 讓你們看到 是的 所以她就是我最好的一個榜樣 你印象裡面 因為她就是一個女人把三個小孩養大 然後的一切 那個時候她除了就是打好幾份工之外 因為她其實在香港的時候 是什麼人都不認識的 所以我媽媽那個時候 就是她自己打好幾份工 就是賺一點點錢 就是我們有一口飯吃 然後常常其實媽媽不在家 都是我兩個姐姐在照顧我 然後就是媽媽那個時候同時 因為媽媽在北京的時候是醫學的 對 然後她想在香港去中醫有一個這個 執照 所以晚上要去上課 所以可是我就看到 我媽媽就是從小 在我眼中她是一個很努力的人 然後她是一個有目標 然後很努力一步一步一步 因為人生是辛苦的 沒有一個東西 就是一個人成功是有她的故事 不是就是這樣子 天就掉下來一個成功的給你 No 她是有一步一步她的努力 才得到她的成功 所以我在我媽媽身上 就看到了我媽媽付出的一切 對 所以在你剛出道不久的時候 很多人問你 就覺得這麼漂亮 活潑可愛的小女孩 然後從美國來台灣發展 大家都想說 你一定是想 從小喜歡唱歌 沒錯 但想當歌星 想當明星 可是那時候你都會說 我唱唱我家有機會 我還是要回去讀醫 對 就是要想當明星 就是那時候你 母親對你的影響 非常的大 正面影響 從小沒有想過做明星 沒有這樣的一個明星夢 因為媽太過嚴格 也是比較保守 她不懂演藝圈是什麼樣的 所以她不懂就覺得 可能會學壞 其實是可以很單純 就是你自己選擇要什麼樣的生活方式 所以無論如何 那個時候就從小 我從五歲就很確定我要做醫生 我就是喜歡這樣 我就看到很多的這些身邊的人 可能媽媽一些病人 我覺得很棒 就是可以去治療幫助別人 其實我印象比較深刻有一次 我崩潰了 我崩潰了 做了歌手我崩潰了 就是我做了一些慈善活動 那個時候是跟這個 這個癌症的基金會是 Make a Wish Foundation 就花了一整天 就是跟這些有癌症的小孩子 跟他們聚在一起 癌病痛 對 就是很 就是我在他們面前是開開心心的 逗他們開心 回到家我崩潰了 我就哭了 不停地哭 然後我就跟媽媽說 我討厭我自己沒有辦法做醫生 然後我覺得就是 因為我想真的幫助到那些小朋友 就他們提醒你 其實你從小 你覺得人生有很多意義 但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事 是你看到女性跟病人的 疫病關係 對 你看到你真正可以 去把他們從失望中拯救出來 對 然後我媽就跟我說了一句 我覺得很有意思 她說做醫生是身體上的治療 可是你做歌手 你是靈魂上的治療 你也在幫助到他們 媽媽很有智慧 我說得真好 然後我馬上就開心了 然後我就真的 我就覺得我就發誓 我一定要做好音樂 我一定希望做一些音樂 是帶給大家歡樂 開心的 因為這 我希望逃避你 哦哦哦哦 告訴我 你會不會留下來 或會不會逃避你 然後全場的那些黑人蠢 都站起來 這樣子你知道嗎 很多人都說我對歌唱有熱愛 但是在螢光幕前所有Spa Light打在身上 那種感覺當然也很好 可是對你來說 你從一開始一直到現在 你都是希望說你的歌唱事業 能夠發生一點什麼意義 對不對 不管是幫助人 對 對 對 或在別人聽你的歌 在他的人生裡面 它產生了一點什麼意義 那個對你來講才是你 最重要的一點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對 因為很多歌迷 他們都會告訴我 在他們最艱苦的日子 然後就是聽著我的音樂 陪著他們 就是讓他們就是振作起來 就是可以重新來過 就是好像我的歌 是給他們一個力量 一個正能量 我就覺得這個是太重要了 因為音樂對我來說 有同一樣的一個力量 我每天起床 就是我覺得聽到音樂 整個就特別有能力 或者我覺得我現在的 我需要聽一些什麼樣的音樂 去給我一個能力 聽了之後就覺得 好 走吧 走吧 就是真的 我是覺得音樂 就是有這樣的力量 我就是要做這樣有力量的音樂 而且你小時候 我們剛才訪問裡面 聽你跟那些DJ聊才小的 你並沒有跟老師學過音樂 因為那時候在美國的時候 媽媽也要工作 就是你沒有那麼多的 充裕的物質資源 讓你去學樂器 學音樂 或是上什麼特別的 對 很好的課 沒想到 因為真的 你就自己聽 沒想到自己會當歌手 所以沒有去說 我要準備去什麼什麼 沒有 就是真的是 自己很愛音樂 很喜歡聽歌 很喜歡唱歌 可是我小時候唱歌是躲在廁所裡面唱的 因為在廁所的聲音特別好聽 對 然後就是在學校 就是跟我幾個好好的女生朋友 然後我們也是會在校園裡面唱歌 唱唱歌歌 就是可能是唱 Witney Houston的 Mariah Carey Michael Jackson的 然後有一天就是在學校 有一個音樂課程 我沒有參考那個課程 那個老師要做一個歷史的 音樂的歷史 一個音樂 那個老師就從我的朋友那邊聽說 我會唱歌 所以她要邀請我要不要唱現在 Modern Music那一段 那妳唱誰的 我想了一下 OK 好 我不 無論如何 我想嘗試 所以我就唱了 是現代的歌 就是Witney Houston的那首 《Run to You》 然後之後我記得 好了 我就走到台中了 然後台下很多的 就是觀眾都是那些黑人同學 在三分四 然後我記得我走出去的時候 好多同學都 就開始在笑 就覺得 她笑唱歌 就是笑我 可是我開始唱的時候 I wanna run to you I wanna run to you Tell me will you stay Or will you run away 然後全場的那些黑人同學都站起來 這樣子你知道嗎 然後之後我去廁所 他們每個人都走進來 就突然間 Hey what's up girlfriend What's up girlfriend I like you 然後就變成我是加入了他們的一部分了 所以我是覺得 人生有很多東西你真的是 你不去嘗試你真的不知道 可是從那一刻我就覺得 我應該屬於舞台的 因為我站在那裡唱歌的時候 我完全是感覺自己是最自由最快樂的時候 也同時在受到那些學生的認同 我覺得 This is my life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的fit 我的命運 所以我才從高中畢業之後就再去參加唱歌比賽 也是唱了這首歌 所以我覺得就是那一次改變了我很多東西 改變了我的命運 我們今天聊到這邊 我發現大家一定知道 就是我們看起來 永遠是像陳哲弘老師講的 你到底是有什麼那個能量 永遠給大家看到的你 都是帶給大家很多這個正面感染力的 非常非常 positive 但是從訪問到採訪 我發現你自己的自律很嚴 就是在看不到的地方 其實你是有自己的自我要求 比如說四年沒有出片 然後我們再聽到你的聲音 然後我們再看到李文的樣子 就是沒有什麼很多的改變 跟以前他必須要一整年跑通告的時候 你是一個自我要求很嚴的人 是 我對自己特別嚴格 我對自己就是自律很重要 所以譬如說我在通告之前 或者一個演唱會那一天是 那三個月辣的 炸的 甜的 冰的都不會吃 就是有任何東西會刺激自己喉嚨的 絕對不會什麼 我自己本來就是不抽菸的 那久就更不會去碰 如果就是演唱會 有一些什麼樣的重要的一些表演 所以很多時候有任何的表演 那一天的我是最不好玩的 怎麼說因為我是非常 對自己是最嚴格的 可能就是真的吃香蕉 我現在變成香蕉皇后了 因為香蕉是可以幫助我的體力 而且它是對身體健康 所以變成有很多東西不能吃的時候 香蕉是可以救了我 其實譬如你知道在你的這一個整個 career life 裡面 你已經到了好幾個 就是別人可能 也許就是他們的ultimate goal 可是你已經在你之前的過程 或是現在你就已經到了跨越了 所以你一直讓自己保持在一個 永遠ready的狀態 對你來說 現在這樣子永遠讓自己保持在一個 最好狀態的究竟是為了什麼 因為我真的很愛我的工作 我覺得我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 我真的很熱愛的 所以我就變成是在enjoy 所以譬如說我現在在做訪問的 或者我今天跑的一些通告 對我來說我很enjoy 因為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很愛我的音樂 我很愛我的作品 我想跟大家分享 這種passion 這種熱情是減不了的 真的很幸運 我正在做我最愛的工作 那就是我愛你 今天非常謝謝Coco來 要常常回來 我們都以你為榮 謝謝你 非常謝謝 祝你非常順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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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